今天我来到一间Gin Saludo Mugi 这间餐厅主要是吃拉面,但跟普通的拉面不同 这间是新派的拉面 汤底不同,这里是加橄榄油的 所以加橄榄油就有点像意大利餐的感觉 所以这也是一个新的拉面风格的日本面 还有之前米基连是推介过的 其实这间餐牌并不是很多 主要是这些东西 我应该是吃最基本的,叫做招牌 招牌的面 卖上就挺漂亮 有蜆,有个很大块的鸡肉,紫菜 还有日本的鱼蛋 还有鱼肝 鱼肝 卖上就很漂亮了 你看到有黑椒和橄榄油 这里也建议你吃橄榄油 所以我也会试一下 好香的海鲜味 跟平时吃的有点不同 有点像我们香港的云吞面的汤底 有点像香港的鱼肝 有点像香港的鱼肝 有点像鱼肝 有点像鱼肝 很大的 嗯 很鲜甜 面都很漂亮 很整齐 这些就是京都的一间老店店铺做的面 所以这些面都很漂亮 蜆就真的很好吃 那我试一下这些面 你看到这些面 很好吃 好吃 那些面很大 可以大 这些就是刨了鱼肝 嗯 很大 那我试一下鸡肉 这个鸡肉很滑 很甜 鸡肉很軟 一咬下去 不用怎样照 都融化了 因为以这些鸡肉的鸡肉来说 这些鸡肉的鸡肉也很少那么滑 对 鸡肉的鸡肉通常更粗 那它没有粗的感觉 嗯 好吃 吃紫菜 嗯 这个就是类似鸢的物体 对 日本的鸡肉 嗯 嗯 你听到那个声音很爽 那以前呢 通常吃拉面 也有两只 那通常有一只 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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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变了这个有点缺乏的感觉 面就是传统日本的面 就是京都的 但是汤底就有点像 我就是觉得好像云吞面 其实有点意粉的海鲜汤底 所以混合在一起都挺好的 但是面真的好吃 有没有下 我还没加大阵 这个就是河里河油 加少许下去 嗯 就很香 很香味 嗯 下了油就有点不同的味道 是啊 因为这个河里河油就不是平常吃开很浓的河里河油味 这个味道就很淡 很淡的味道 就不是我们吃开意大利的 意粉那种 所以这个味道就比较淡的 但是吃下去呢 就有点少许葱的味道 但是就不是说很浓的 但是就不是说很浓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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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我刚刚吃的味道是不同的 刚刚吃的味道是不同的 刚刚就 海鲜味比较浓 因为是很浓的湯 但是现在加了一口葱花的味道 但是现在加了一口葱花的味道 那就是 海鲜味的味道就没那么浓 但是就这样我就滑了 因为油在面上再滑 那你见到这个 这个 蜆很大 那我就说下了一口葱花的味道 然后中和一下那个汤底 那变了一个海鲜味就没那么厉害 那么淡了一点 但是呢 整个感觉是滑了很多 是的 因为始终加了一些油 那就变了滑了很多 但这些全都是新鲜的橄榄植物油来的 所以是很健康 其实这个面也算很多 如果我吃海拉面来说 这个面也算很多 分量多 我觉得整体上这个也挺有趣的 那它就没有其他那些 譬如日本传统的猪骨拉面 或者之前吃的那种拌面 那么浓味 淡味一点 因为始终它也是用海鲜 就是蜆来做汤底 加一点酱油下去 所以汤的味道是淡一点的 但是刚才我加了橄榄油下去 那味道又不同了 那海鲜味就没那么浓 也会变成酱油味的感觉 而且蜆都很新鲜 即是很香 吃下去里面 虽然肉不是很厚很大 但是鲜味就很足够 那鸡肉也是 鸡肉真的很乱 那它已经整熟了 已经是好吃的 那整体上我觉得 都好吃的 好吃的 跟平时吃开 如果你喜欢吃 真的传统日本拉面 就不同了 那这个始终是 Fusion一点 是的 淡味一点 但是面就真的好吃了 因为面就是京都的一家老店做 所以面质跟外面吃开的那些 普通拉面是很不同的 那面真的很好吃 我都觉得 那整体上 我都觉得有70分 是的 那因为 如果你说 怎么说呢 就是这些味道 见仁见智 因为是Fusion 所以如果你喜欢吃西餐 或者试一些新东西的话 这个是OK的 但是你说 如果来到日本 想试一些传统的 那这个就不是传统的味道 那是有点不同的 那 但是如果 想试一些新东西 我觉得不妨试一下 这个记得 因为其实它都是 基于Italian的 那个 煮法 那些配菜 再加日本的元素 比如日本的面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所以变了 是 特别 是的 是特别 是新 就是叫做新派的食物 那我想香港就应该 没有意念 是的 香港就应该肯定没有 是的 那 所以如果 你们 有机会来日本 你可以试一试这个 我觉得挺好 因为 之前始终都是 米芝莲推介的 那 所以 都是一个叫做 人气 人气的 店 那 好吧 我今天 介绍一个 的 叫做 Fusion的拉面 差不多了 是的 那 下次 下次直播时间 再和大家见面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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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